新姐姐掉在祭坛上七天七夜 不仅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就连群众们都呼吁将她处死 可女孩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只因这其实是一本海棠小说的世界 而女孩碰巧穿成了里面的女主 女主海卫虽然身披各种金手指光环 可她毕竟是海棠女主 拥有无数美男后宫 在小说走剧情的同时和各种男主贴贴贴贴的贴贴 看这种剧情的时候觉得很爽 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完全接受不了啊 现在的剧情应该是嫉妒女主的姐姐趁父亲外出 召唤出守护使狼人小萨 也正是日后和她贴贴的男主之一 看着姐姐渐渐向自己逼近了短剑 女孩打算摆烂 没准死了之后就回到现实世界了呢 可当短剑划破皮肤 血液缓缓流出 女孩还是按照剧情的发展突然地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下一秒就召唤出了一个果男在自己面前 当男人站起身 衣服又突然穿好了 是你召唤我的吗 半人半精灵的小混血 没想到你这小混血竟有如此强的魔力 罢了 既然你召唤了我 我自然会护你周全 不愧是海棠男主 怎么好好说的话非要铁人呢 突然出现的狼人吓得围观群众四处逃窜 姐姐正以下力率领军队向他们发动攻击 可却被小狼人用魔法轻松化解 别担心小混血 我带你离开这里 但其实海薇根本不想离开啊 比起待在这里被血迹 我更担心被你带走以后要各种贴来贴去啊 到了一个废弃的小酒馆 海薇主动要求停下 小狼一脸的不解 说了带你出城 你却非要挤在这小破酒窖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其实海薇是为了避开野外贴贴的剧情 原住里两人一出城就遇到了妖兽 萨维尔跟妖兽打完以后魔力稳乱 只有贴贴才能缓解 可没想到海薇千算万算还是失策 这样一个破旧的小酒馆里 竟然出现了三级魔物 区区三级魔物小萨起初并未放在心上 一招下去就把魔物撕了个粉碎 海薇瞬间感觉被惊艳到 亲眼看到打斗场面 确实比从书里看更有冲击力 可下一秒小萨就发现事态不对 刚死掉的魔物竟然触发了暴体 有毒的液体喷洒向两人 小萨第一时间眼疾手快地将海薇护在身后 可自己却遭到了毒液的侵蚀 痛苦地倒在地上 海薇瞬间手足无措 她为了救自己而受伤 自己要怎样才能帮到她呢 可就在这时 小萨却突然起身将她压在了身下 浑身散发着滚烫的热气 好难受啊海薇 帮帮帮我 说完就撕开了海薇胸前的遮挡 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没有停下的意思 现在不还是跟小说剧情相差无解了吗 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 还是触发了剧情啊 就在两人即将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海薇眼疾手快地拿过了一旁的木棍敲晕了她 对不住了小萨 总算是躲过了这一回 就在这时一个金发男找到了这里 此人是海薇前妻的炮灰未婚服 可她贪慕虚荣 早就背着女主勾搭上了女主的姐姐夏丽 后来女主当上了公主后 她又舔着脸来扒进女主 而被贬为庶人的夏丽 却遭到了她的日日虐打 是个万恶的家暴男 此生最恨家暴狗 这种人渣必须严惩 莱德一边假意要带女主出城躲一躲 等风头过来了再带她回来 但实际上却是想将海薇带回去向夏丽邀功 熟知剧情的海薇没给她面子 当场就戳破了她的阴谋 暴露的莱德也不装了 反正把你杀了带回去也是一样的 可她看见海薇刚被小萨撕坏的衣服 瞬间起了歹念 魔物都能接纳 你肯定有些特殊的地方吧 说完就想品尝一下 就在危急时刻 咱们的金手指女主觉醒了魔力 向渣男发动了攻击 但她的能力并不熟练 不仅没能重伤来得 反而更加激怒了她 就在她以为自己即将要落入魔爪的时候 小萨卡点醒来救人了 紧用一招就彻底解决了渣男 看着面前的尸体海薇不自觉感到害怕 小萨赶紧抱住了她 小混血 你能坚持到我醒来已经很不错了 好了好了 这么恶心的东西咱不看了 谢谢你萨维尔 海薇难得的在这一世界里感受到了温暖 可就在两人互诉中常的时候 姐姐夏莉却找了上来 看到眼前倒在血泊里的莱德吓了一条 海薇你果然是魔物 联合阿贝罗族滥杀无辜 来人快把他们都杀了 小萨站出来挡在了海薇的面前 就凭你们几个 我看谁敢 夏莉身后的小喽啰们马上吓得瑟瑟发抖 毕竟他们可不是魔族的对手 就在这时 夏莉最大的帮手星红女巫赶来了 小夏莉 就是这两个人欺负你吗 话音刚落小萨就和女巫展开了搏斗 而女巫有着千年的修为 小萨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没过两招就落入了下风 女巫的黑魔法一遍一遍地侵蚀着她 海薇再也看不下去了 在现实世界里 自己最好的朋友为了陪自己加班 竟然意外地猝死离世了 现在哪怕是在一世界 自己也绝不要看到有人在因为自己牺牲了 想到这里她抱住了重伤的小萨 努力回忆起了女主的人设 克服了自己对于肢体接触的障碍 发动了治愈魔法 用尽全力打开的魔法针 不仅治愈了小萨 还成功劝退了两人 但女巫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竟然使出了禁忌的黑魔法 想要强行将两人拉入地狱 就在这时一个银发男突然出现 一剑就解开了禁忌魔法 看到银发男的装扮海薇 感觉有些眼熟 就在这时银发男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她的身份是流落在外的帝国公主 就是在奥塔把女主带回皇宫后 才有后面被卷入血雨腥风的王位争夺剧情 可自己不想当什么女王不想攻斗 只想当个闲鱼躺平啊 不了解情况的巫女还在大言不惭 搬来了救兵又怎么样 照样一个都跑不了 就在这时奥塔一剑指向了巫女的脖子 带胆女巫 不仅使用禁术黑魔法 还敢冒犯奥亚帝国的公主殿下 罪大恶极理应处死 说完就亮出了自己的帝国令牌 我是奥亚帝国的上等骑士 此次奉国王之命外出寻找公主殿下 让你们的人放下武器 乖乖束手就擒 巫女和夏莉瞬间惊呆了 尤其是夏莉完全不敢相信 海威不过是都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杂种啊 她怎么会是公主 可万一她真的成了公主 那我不是惨啊 一瞬间夏莉起了歹念 靠近了巫女小声说 对不住了师父 说完一转身就是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了女巫的脸上 你这该死的巫女 海威是我最亲爱的妹妹 谁让你这么对她的 在场的三人一脸猛逼 罪魁祸首不是你本人吗 接下来夏莉展现了茶香四溢的演技 海威 我真的没想到安杰居然会私自刺杀你 还好我赶来阻止 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奥塔先生你要为我做主了 海威是我的妹妹 我怎么可能害她呢 海威看不下去了 夏莉 收起你拙劣的演技吧 你做过什么心里最清楚了 海威 自从你来到我家 我有的你都有我没有也都先给你了 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 就在这时 巫女发动了魔法企图逃跑 奥塔赶紧下令让手下去追 别让她跑了 可功力身后的巫女 还是一瞬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逃出了案发现场 巫女捂着被打伤的脸有些难过 小夏怎么能这么做 我对她明明那么好 可这是一张纸条从她的衣服里掉了出来 竟然是夏莉那事偷偷塞给她的 师父 去告诉莱德的父母莱德之死 让他们找海威偿命 借刀杀人 我的小夏莉果然聪慧过人 而另一边 刚刚爆发了巨大能量的海威后劲上来了 体力不支地倒在了小萨的怀里 一行人赶紧将海威带回了公爵府 看着终于躺在自己面前的海威奥塔赶快万千 都怪我 要是我能早些找到你 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了 就在这时夏莉竟然穿着一套性感的内衣进来了 奥塔一脸冷漠地问她什么事 谁知她竟然胆大包天地企图色诱奥奥塔 但我们的奥塔其实可是海棠男主 只爱女主一个人 看着眼前的夏莉仿佛看一块木头 可夏莉还是不死心地想要跟她打探海威的身世 得知她竟然是是国王陛下与前王后艾兰德沃的女儿 夏莉惊呆了 如今奥亚帝国唯一的公主莫莉只是国王的妓女 是现王后跟前夫所生 如果海威是前王后的女儿 那她岂不是比莫莉公主还高贵 自己过去处处针对海威 这一次还差点害死了她 不行 绝不能让海威有能力报复 第二天一早 海威被阳光唤醒 奥塔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她的床前 说等她梳洗完毕后 就即刻启程带她回到皇宫 海威瞬间清醒了过来 都忘了还有这茶 不不不我不回 为什么 回到都城就能恢复您尊贵的身份 而且国王陛下也非常想念您 不知道怎么办的海威只能借口自己对身份存疑 要等自己的养父回来问清楚再回去 奥塔也被说服了 确实应该和您的养父通知一下的 是属下考虑不周了 说服她后海威赶紧借口去找小萨离开了她的身边 来到客房后 竟然发现小萨又是一身的伤口 怎么回事 自己昨天不是已经用治愈魔法把她治好了吗 提到这是小萨又来气了 原来昨天奥塔为了和她争夺海威的守护权 竟然命令自己的手下压住了她 小狼仔一脸咬牙切齿 海威只能苦笑着安慰她 一边帮她上药一边向她道谢 谢谢你一直保护我 要不是有你 我肯定对付不了山蜘蛛和那些人 小狼仔一下就被哄好了 放心小混血 是你把我召唤来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丢下你的 这句话正中海威下怀 真的吗 那我们一起逃跑吧 刚刚奥塔的骑士团 把公爵抚围得跟铁桶一样 自己只能寄希望于小萨了 可小萨一脸的不解 你马上就能回宫恢复身份 不用再担心受人欺负了 为什么要跑 海威可怜巴巴地拉住了她的手 因为我想活下去 恢复公主的身份就要面临更凶险的王位之争 我不想因此而丧命 看着她的样子小萨动了侧影之心 不由地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为了活命带她四处奔波的样子 所以小萨即使知道自己可能打不过骑士团 还是答应了带她逃跑 海威激动地抱住了小萨 谢谢你小萨 那我们今晚就开溜吧 可事情的发展总是超出了海威的计划 当天晚上 收到消息的莱德父亲 竟然亲自上门拜访了公爵府 海威以为他是来找自己寻仇 义正言辞地表示是莱德先动手的 自己只是正当防卫 可见利忘义的莱德父亲 竟然完全没把儿子的死放在心上 得知海威竟然是公主殿下 那看完是大儿子没福气 竟然要把自己的小儿子也入坠给他 天色不早我就先走了 哈瑞斯务必要伺候好公主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回去了 只剩下海威和哈瑞斯两人尴尬地面面相聚 哈瑞斯是吧 你不会真的要和我结婚吧 要不你先回家吧 可他话音刚落 哈瑞斯竟然直接跪在了他的面前 求公主收留我不要赶我走 哈瑞斯除了留在公主身边 再也没有其他的容身之处 没想到竟然是个男茶哥 可是 可是我俩又不熟 而且自己要跑路啊 怎么收留他 哈瑞斯继续哭诉 我不奢求公主殿下能嫁给我 只求当公主身边的仆人也好 如果我现在就这样回去应该是活不了了 说完拉开了自己的袖子 白金的胳膊上竟然遍布着可怕的鞭痕 身为私生子 我必须为家族利益献出一切 而且我的母亲还在福特家 听着他的哭诉海威有些不忍 可小说里面根本没有哈瑞斯这个人物啊 难道是因为我的缘故小说出现变动了吗 不管怎么样 总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哈瑞斯留在公爵府 自己跑路的计划不会变 等到他的母亲平安后他可以自行离去 到了晚上 海威和小萨按照原计划准备开溜 可这时哈瑞斯却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门口 竟然还从女佣那里偷来了海威房间的药池 虽然公主还没有完全接受我 但不要紧 只要将生米煮成熟饭 他就必须对我负责了 可他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下意识地发出了尖叫 哪怕两人让他不要发出声音也已经来不及了 巡逻的骑士团还是听到了动静 公主殿下 发生什么事了 这里刚刚为何传出了男子的声音 只见海威一个人哆哆嗦嗦地躺在床上 谁知被子下面竟然藏了两个扭打在一起的男人 奥塔可是骑士团长 这点小动静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 眼疾手快地举起手中的剑 什么人 竟敢挟持公主 一剑将被子划成了两半 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惊失色 小小的被子下面竟然藏了两个恐无有力的大男人 哈瑞斯赶紧随机应变 阿公主 我们两个还不够 你还叫了这么多人来吗 什么 你们三个在做什么